当时胡太后年龄不过四十岁 居然异想天开 运用女性的本钱讨生活 果然一下海就声名大噪 以前住宫殿 现在开妓院 那开妓院以后 那就是门庭若氏 每个人都想要去找她们 就不但生意很好 而且还络绎不绝 所以后来她就有一句名言 就说当皇后 还不如当妓女来得好 历史上北极武城地高战 她是住了名的无道婚居 那她时常把这个时间 花在荒饮玩乐上 那当然就会比较冷落 她的皇后胡氏 不过这个胡皇后 她其实也没有闲着 她也不是省油的灯 她不仅看上了太监 还跟她老公高战 重庆的全城和事 开玩在一起 那最后呢 这胡皇后她变成太后之后 竟然还动了和尚的歪脑筋 不过啊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胡皇后 她最后的结局 竟然是变成京城第一名 最有名的红牌名记 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会从原本贵为皇后 变成名记呢 北极高家是胡话的汉人政权 哥哥过世 高战理所当然接收嫂嫂 还生了个女儿 先不说风俗礼法 高战本身就是个 荒淫无道的婚君 不只好大喜功还整天沉溺酒色 高战她就是秦寿王朝代表 因为她即位以后 她的后宫这么多的美女 北极皇室之所以被称为秦寿王朝 就是因为发生太多难以理解 会乱宫廷的丑事 像是高战的皇后胡皇后 她是一位出了名的美人 却和高战同一不得性 胡皇后本身 她其实也是一个名门 她的家世是很好的 因为她的父亲是望族 然后母亲也是 胡氏的母亲卢氏 是范洋人卢道约的女儿 据说当她怀孕之时 曾有胡生跑上门说 这一家的葫芦里有月亮 那不久之后就生下胡氏 月亮代表什么意思呢 日代表皇帝月亮代表皇后 姓胡的跟姓儒的 结婚了以后 产生了一个皇后 那这个皇后就是这个胡皇后 高战在常广王期间 就迎娶胡氏为王妃 等到即位后 胡氏理所当然成为皇后 僧人的预言成真 只可惜高战身边太多 阴阴艳艳艳 还有男宠何世开 根本无暇顾及 这位美女皇后 我们看到高战的个性就是这样 皇帝四处拈花惹草 然后就是非常的风流成性 反正什么事情也不管 然后最后她就都玩骗过了以后 她反而跟她的这个亲信的宠臣 叫何世开 那此时胡皇后注意到 高战最亲信的大臣何世开 经常输入宫廷 于是就勾引她对她抛媚眼 何世开早年投靠高战就相当得宠 等到高战即位后又被升为尚书 又仆叶封淮阳王 仕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另外又靠着和皇帝皇后 都有不可告人的私密关系 在宫中权势滔天 高战刚刚做皇帝的时候 因为他等于刚刚接下这个班子 那何世开就跟他说了 人生在世时间苦短 那你做了皇帝以后 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所以说国家大事就不要管了 你应该好好利用做皇帝的时间 好好享受 何世开这个荒唐的建议 一次讨好了皇帝 皇后和太子三个人 更荒唐的是昏庸无能的高战 竟然接受了这个荒谬的建议 于西元五六四年 善未给太子高尉 从此尽情享乐 可惜这种荒淫的好日子 只过了三年 高战就因为酒色过度 重病身亡 原本还有顾虑的胡皇后 自从升格为太后 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一般人已经激不起她的兴趣 那么于是她找到谁呢 她找到和尚 我去尝尝和尚的味道 所以说她后来有一个宠爱的一个情夫 就是和尚 一开始的时候呢 胡皇后就是到寺庙去 到小参访去 跟这个谭县和尚就产生了奸起 谭县和尚是来自西域的胡森 年纪轻轻只有二十一岁就当了住持 更特别的是 她宣扬一套特殊的秘法 号称可以普渡众生 荣登极乐 但说白了 其实就是房中树 这让她风靡整个洛阳城 名号自然也传到了独守空规 芳心寂寞的胡太后儿里 本来是假装说我要到寺庙去烧香还愿 就跟和尚偷情 后来一想说出去太麻烦了 说我要前心佛教 所以我经常要请不同的和尚来 到宫里面讲经给我听 于是就请她这位情夫 历史记载带了一百个大大小小的和尚 就住在皇宫里面 不久弹线又找了几个 眉清木秀的徒弟进宫 那胡太后看得当然不会错过 也对他们下手 不过为了掩人耳目 胡太后将这些少年和尚 打扮成尼姑 结果这一涂脂抹粉 居然比真正的女人还要漂亮 胡太后被弹线和尚迷得团团转 献上许多金银珠宝 这段香艳的情史 在宫中传得沸沸扬扬 就只有高伟一个人蒙在鼓里 直到发生了女泥侍寝的事件 胡太后的秘密恋情才终于曝光 哪知道这两名女泥 来到高伟的寝宫之后 抵死不从高伟大怒 叫人强行把他们的衣服扒光 这才发现原来这两名女泥 竟然都是男扮女装的和尚 那高伟看得恼羞成怒 夏令将弹线以及两名小和尚 全部斩首 而母亲胡太后也因为会乱宫廷 迁居北宫幽静起来 西元577年北州灭了北齐 对高氏皇族网开一面 让女子自谋深入 当时胡太后年龄不过四十岁 居然异想天开 运用女性的本钱讨生活 果然一下海就声名大噪 以前住宫殿 现在开妓院 那开妓院以后 那就是门庭若氏 每个人都想要去找她们 就不但生意很好 而且还络绎不绝 所以后来她就有一句名言 就说当皇后 还不如当妓女来得好 据说胡太后 还曾经得意洋洋地对慕皇后说 现在看来当娼妓 比当皇后还要有乐趣 在宫里是几百个女人 不是一个男人 现在则是一大票男子 不是我一个 想来也是天道轮回命中注定 堂堂一位太后 竟然甘于沦落封城 而且还乐此不疲 简直闻所未闻 胡太后还曾经说过 为后不如为昌 被后世学者评为 身性风流放荡 但从那一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说是观念开放的 女性先驱 刚才讲了这么多 北极皇帝荒影无道的故事 很多人可能认为说 那她的父母是不是 应该作为也跟他们差不多 不过事实上 他们的父母分别就是 北齐神武帝高欢 以及皇后吕昭君 那这个高欢其实是一代的英雄豪杰 而她的老婆吕昭君 更是历史上著名的奇女子 其实吕昭君替高欢生了六个儿子 两个女儿 而这里面其中就出了四个皇帝 那这个吕昭君也非常的厉害 当初她是自己挑选老公的 因为吕昭君当初跟高欢结婚的时候 其实高欢那时候还不是皇帝 是一个小兵将而已 但吕昭君他很有眼光 觉得这个高欢之后应该必成大器 所以决定跟他结婚 那果不其然呢 最后高欢也没有让他失望 成就了霸业 那这高欢身边也索性 有这样这么一位贤惠的老婆 这么贤惠的皇后 才能够让他顾全大局 成就霸业 不过到底为什么 这样一对杰出的父母 会生出这么多的败家子呢 北齐这个禽兽皇朝 可以说是从高欢开始 史书记载他目有金光 深沉大度 他的妻子楼昭君 更是不遑多让 楼昭君出身鲜卑贵族 性格节俭 聪明却不交纵 他是高欢的伯乐 没有楼昭君就没有高欢 更不会有后来的北齐 楼昭君呢 他是鲜卑人 等于是鲜卑的贵族 所以他们的这个楼家 在先辈是非常有势力的 楼昭君是名门闺秀 许多男子都抢着求亲 但他一个都看不上 偏偏看重高欢 高嘉早年被流放 家境清寒 当时北魏正兵结尾世袭 士兵的装备粮草马匹 都必须自备 而高嘉贫困 高欢只能当地位最低的正兵 他第一次跟这个高欢接触的时候 他是做巡逻 他就觉得说高欢这个人 非常的魁梧 然后这个相貌堂堂 楼昭君对高欢是一见钟情 但楼家可是地方豪强 高欢不过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这桩婚事遭到了楼家父母 强烈的反对 楼昭君跟高欢都是属于 北魏边疆地区的人 那个地方因为胡人跟汉人杂居 所以双方老早就通婚了 只是说因为那个年代是一个社会阶级 非常森严的年代 就是有所谓的世家大族 像高欢这样的破络户子弟 是一文不明的 而他从女方那边得到一匹马 作为嫁妆之后 有了当对主的资格 那交由因此逐渐广阔 而楼昭君也很有帮扶运 高欢在楼昭君的背景和贤内住的 个性加持下 事业越来越稳固 因为高欢是要在政治上 军事上出人头地的 那因此楼昭君我们看到 他在那个高欢 整个在政治上发展的过程之中 他有的时候具有刹车的作用 7月537年 高欢发动大军20万攻打宇文泰 却因为轻敌在沙院之战中大败 那当时侯景多次禁言 说宇文泰战胜骄傲 只要出动精锐祭兵2万 宇文泰交兵必败 高欢听了就很心动 因为我刚刚打败 部下有人自暴奋勇 就很想要让他去试一试 楼昭君听久跟他说 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做 你知道侯景是怎么样一个人吗 你即使把宇文泰灭掉了 又多了一个侯景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高欢底下这位大将侯景 后来投降南梁 逼死了梁武帝 搞出侯景之乱 可见得楼昭君实在有先见知名 完全看透人性 只可惜他生育了六子二女 虽然有三位皇帝 两位皇后 却创造出史上有名的禽兽王朝 虽然比较唯美 可是某个程度来讲荒淫 所以这个时代 北齐的时代 被后世称为叫做禽兽王朝 建立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 我们看楼昭君就会觉得 他好像是一个灿烂的明珠 北齐的皇帝除了暴力好色 更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得已的胸中帝籍 从高阳高野到高湛 其实所有的皇帝都想传位给儿子 高阳虽然传位给长子高英 也迅速被废除地位 因为弟弟的权力更为强势 自家人相争的结果 就演变成胸中帝籍 熟知相残 才让楼昭君三度成为皇太后 楼昭君一共生下六男二女 据说每次怀孕时都有做梦感应 像是怀有高尘时 梦见一条断了的龙 怀高阳时则梦见大龙 头尾连线天地 怀高眼时梦见乳龙在地上 怀高战时梦见龙在海中洗澡 这或许是巧合 但楼昭君这些儿女 真的都是人中龙凤 因为高阳高眼高战先后称帝 让楼昭君的做梦感应 更添几分传奇 楼昭君虽然一生成就非凡 死后却景况凄凉 在他临死前 民间就有童谣传唱 说九龙的母亲死后不挂笑 等到楼昭君过世后 武成帝高战就像往常一样 穿着红色衣袍 还举办酒宴奏起音乐 高战的吞承何时开 他也因此请求停止奏乐 同样让高战听的大怒 下令鞭打 但讽刺的是 高战在兄弟中排行第九 正好应验童谣中的内容 而他这种不孝的行径 也让人看得直摇头 问题是说高欢征战一辈子 你知道那个创业君主 尤其是在乱世 你每天要打仗 每天要面对着这么多的阴谋诡计 他没有时间去教那些儿子 那些儿子反正从小老爸有一切 而且大家都在拍马屁 北齐神武皇帝高欢是一代枭雄 皇后楼昭君也是女众豪杰 却养出一群昏君 其实北齐物产多 人口多文化高 相较于北周资源丰富 却被几个儿子拜光光 活作仅仅二十八年 高欢若地下有知 恐怕也会不胜唏嘘 其实呢 魏晋南北朝算是一个 比较纷乱的朝代 而其中北齐啊 更被史权家称为是 秦寿王朝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的皇帝啊 多半都性格暴虐 荒淫无道 不过呢 在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那些皇帝的后妃们 也不遑多浪哦 最著名的呢 就是北齐后主高伟 他的宠妃冯小莲 那当时冯小莲呢 还有个称号 叫做王国妖后 那各位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句成语 叫做玉体横城 其实玉体横城 就是在形容冯小莲 相传呢 当时高伟觉得 他的老婆长得非常漂亮 身材非常的好 因此呢 要在上朝时 这么严肃的环境之下哦 要冯小莲横躺在大厅上 跟朝臣们一同分享说 哎 你看看我老婆 有多漂亮 身材有多好 那真的有这么荒唐的事吗 还是都只是后人 穿着腹会之说呢 或许呢 我们一起看 接下来的影片 会找到答案哦 据说高伟宠爱冯小莲 宠到什么地步呢 那高伟要他随事在侧 坐时同席 出责同胜 连上朝接见大臣时 都要抱着冯小莲 高的大臣见得是 满脸通红 欲无伦次 所以有时候 这些大臣看到的时候 看到他跟冯小莲 坐在一起的时候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眼睛都不知道看哪了 因为就是很露骨 两个人就爱得很深 很直接 就是吃饭的时候 同桌一起吃 出去的时候同一辆车子 出去游玩 睡觉同床 不只如此 据说高伟还曾发下毒誓说 愿得生死一处 也就是无论什么情况 多么危急 我都愿意跟冯小莲 同生共死 那由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出来 高伟应该是认为 自己碰到了自己的真爱 冯小莲和高伟 就有如寻常百姓的夫妻一般 可是在古代的皇宫中 要和皇帝有如此亲密的关系 相当少见 但对冯小莲而言 却轻而易举 也演变成成语体横承的由来 李商也喜欢读历史 也很喜欢读南北朝的历史 读到了这个一段以后 他有所感慨 就写了两首诗 名字就叫做北齐 他叫一笑相亲国变王 就是所谓清成清国之貌 就是因为冯小莲太漂亮了 而且非常的妖媚 妩媚 他对一笑 就把那个北齐后主高伟 迷得是晕头转向 国家的灭亡的命运就此注定 不用看到经济了 我们就知道 这个国家一定要灭亡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小莲玉体横承叶 冯小莲第一次上了 这个后主高伟的床 以报周师入晋阳 军报传来 就是北周的军队 已经把晋阳成 就现在的太原 那是一个北齐重要的基地 给攻下来 本来君主宠幸嫔妃 也没什么大不了 而且高伟在当太子时期 其实颇有贤名 谁知道他一登基 整个人走样不打紧 撇除好色的家族 遗传不说 竟然还杀功臣 尤其是兰陵王高长公 让北齐在和北周间的战争中 一向占有优势 却情势逆转 李商银的北齐第二首诗中 描述的就是西元576年 北周五帝宇文雍从大中在宇文护手中 拿回军事大权 八兵攻打北齐 打到了晋阳城时 高伟之头和冯小莲玩得正开心 北齐的武力是比较强大 北齐向来就强大于北周 因为他的这个军事是强悍 可是为什么到了高伟的时候 却一败涂地 跟这个冯小莲就有关 西元576年10月 北周派大军进攻北齐 包围重镇平阳 那此时高伟跟冯小莲 在三堆打猎 那告急的人来了好几次 才见到高伟 报告说平阳已经陷落 此时高伟第一时间 准备回去救援 那知道冯小莲居然说 自己玩性阵容 要求再围猎一次 那高伟宠他嘛 居然就放下紧急军情 真的陪冯小莲尽兴为止 高伟和冯小莲可以说是一对 真心相爱的恋人 两人从小都在宫廷中长大 当时都还只有十几岁的年纪 完全不知天高地厚 尤其高伟还是堂堂的一国之君 冯小莲有点像是北周派出去的 间隙一样 就是有了冯小莲等于北周又多了二十万大军 把他们自己内部先打垮 结果同年十一月高伟到达靖州的时候 平阳城已经失陷 高伟下令士兵以挖地道的方式 向城里发起反攻 终于城墙倒塌 北齐军队准备理应外合趁虚而入时 高伟又下令暂停攻势 为的就是让他的宠妃冯小莲一起观看这一场北齐大破北周的战争戏码 结果呢就等他等他化妆 化化化化化化好以后呢 没有办法打他去了 因为人家已经准备好了 一来也天黑了 他就说那天黑了不要打 你是在打仗 你不是在欣赏一件什么事情 结果高伟竟然同意说天黑了不打 那隔天不就要去打吗 隔天发起了北风 视线不好也不能打 那你就是视线不好之后才更要打 因为这是战争 结果就因为为了要让冯小莲 欣赏到北齐与北周的这场大戏 拖延了两天 结果北周都把防备都做好了 做好了你根本就打不下去 高伟为了冯小莲硬是错失良机 反能赢的账书的一败涂地 更夸张的是冯小莲算得上是战犯 王国妖女根本就应该军阀处置 没想到不仅没受罚还获得赏赐 往后逃的时候呢 高伟就做了一件很天才的事情 他觉得冯小莲督战有功 来欣赏战争这是有功劳的 所以就封他为左皇后 那知道此时的冯小莲 一看到齐军东头部队稍稍后退 以为说已经大败了 十分害怕地说我们的军队打败了 那惹得木堤婆因此紧张起来 连忙要高伟跟冯小莲撤退 当时开府怡同三师西长 劝阻说军队半进半退是作战常规 并非真的打败 如果轻举妄动反而会让士兵惊恐混乱 不能重新振作 于是贪生怕死的高伟被这么一说 哪里还敢停留 连忙带着冯小莲向北退走 北齐大军也因此军心涣散 兵败如山倒 高伟只好一路逃往 就是由西边往东边逃 高伟逃到叶城的时候 河南的一个城 他先逃进来 赶快就叫城门紧闭 把城门全部都封死锁死 而后来报告说太后也逃来了 说要不要迎接太后进门 高伟说不要 他连他妈妈都会害怕 可是后来再报告 说这个冯左皇后也逃出来了 高伟一听说 赶快把防御公事给我打开 高伟为了冯小莲亲自出城迎接 耽搁了不少时间 再加上防御公事来不及重建 北州军队紧追在后 高伟只好匆匆传位给儿子高横 自称太上皇 又带着冯小莲一路往东跑 因为他对冯小莲太重视 他宁愿这一场打输掉 国家被亡掉都没关系 但他就是要冯小莲在 其实他的输赢 他都不计较 最后他的手下越跑越少 最后就被北州军追上 他们两个都被俘虏 高伟谈色误国 终于王国被俘虏 历史上的王国君主 他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但他却向北州武帝宇文雍 提了个前所未见的要求 之后冯小莲和高伟 被北州军压解到长安 那身为王国之军的高伟 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还请北州武帝宇文雍 把冯小莲还给他 可见得他跟冯小莲 是真正的有感情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冯小莲是左皇后 也就是父皇后的名义 那你居然敢跟战胜者去要 因为通常这种情况 就是为了要羞辱对方 尤其是你那种皇后 什么父皇后 贵妃这种 通通都是当作一个礼物 赏赐有功将士 就是为了羞辱你这个战败国 此时宇文雍不屑地说 我看天下也不过 像脱下的鞋子一般 一个老太婆 我怎么会舍不得给你 说完就把冯小莲 赐还给高伟 虽然冯小莲被高伟要了回去 但就在北齐王国童年 高伟遭到宇文雍赐死 冯小莲就被当成战利品 送给了戴王宇文达 冯小莲被当作战利品 赐给戴王宇文达 那很受宇文达的宠爱 哪知道此时的冯小莲 为了争宠心疯作让 诬陷重伤理事 理事差点被害死 这就是悲剧的开端 那宇文达就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然后反正什么形容词 形容在他身上 反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但这个很不错的人 看到冯小莲以后 一样也是受不了 于是他就三不五时 在枕边向宇文达 就说他大老婆的坏话 那宇文达这个人 毕竟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 虽然也是被冯小莲的美色 给迷了一时 那可是最后就是 还是听了这个大老婆的话 冯小莲不愧他虎媚知名 只要是男人 没有不被他迷得团团转的 但在西元581年北州灭亡 隋文达建立隋朝 这次冯小莲竟然被赐给了 李氏的哥哥李循 但是李循的妈妈 一定讨厌死他这个媳妇 对不对 所以就每天凌虐他 要他去洗衣做饭做出工做什么 然后给他非常不好的衣服 就是以前所享受的荣华富贵 到了他们离家以后 全部没有了 因为他要为他的女儿报仇 李循的母亲借机报复 冯小莲被逼迫自尽 以戴药后结束曲折的一生 而仅仅延续了28年被称之为 秦寿王朝的北齐 故事也随之划下句点 就是因为他们的家教非常差 握有政治权利的人 往往可以为所欲为 第一个是酒 第二个是色 第三个是钱 第四个是杀 今天听了这么多皇帝 还有皇后他们欢迎无道荒唐的行为 甚至最后还导致了王国的下场 不知道各位网友 对哪一段故事你们是最印象深刻的 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也欢迎在影片下面告诉我们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我们的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